又答各位全民投資片總統的大家好 風吳老師我們先來看現在大盤指數 是小跌52點 不過亞洲股市當中 其實韓國股市是率先翻紅的指標 目前小漲2點 所以由黑翻紅之後 今天的日本股市也是開低走高的 台股能夠複製走勢嗎 特別還包含了近期最弱的港股 也是買單往上 所以港股也是一度的由黑翻紅 不過目前在盤下小跌31點 今天整體亞洲股市有一種 亮縮疲弱的感覺 除了禮拜五之外 也包含了昨天美國股市 除了道琼其他都是收黑的 因為在科技股方面的財報 大部分都是蠻黯淡的 像是什麼亞馬遜 好像是英特爾 還有蘋果 好像華爾街都開始雞蛋裡挑骨頭了 認為說暗影景氣衰退 未來的事況一定不好 所以也拖累了這幾檔的股價表現了 所以在週末這個時刻也幫大家 來做體檢 到底哪一些個股是值得續報的呢 豐盧老師我們昨天說到了 好多的個股是借券狂增打死不退的 借券還在增加的就是說 它根本就不甩進空令 可能會有空方勢力把它壓下來 但也能期待說借券趕快把它回補掉 像是友達 像是群創 5009的榮鋼 2313的華通 還有3037的新興 都是昨天借券還在增加的持股 哪一些有機會期待一些軋控行情呢 其實我如果認為現階段的一個市場 它其實比較沒有那麼著墨在基本面的一個部分 市場還是看到了所謂技術面 還有籌碼面的一個移動 所以借券它其實很多的一個借券的個股 它出現借券之後 你會發現很容易它就有短信的避空消息 現在你要去注意的是 比方說昨天的一個友達 它法所有玩 雖然是第三季是出現了百億的一個虧損預期 但是你看它在昨天回撤季限之後 就開始晚上反彈 所以我會這麼樣地認為 現在的借券相對來講是比較沒有優勢的 那近期我認為只要是指數已經來到1268日之後 借券賣出了個股 討不太到什麼大便宜 第一個指數回檔的修正空間 大概已經非常滿足了 從18600點回到1268日 其實已經回了將近6000點了 回了6000點 那短線上 該跌的都跌了 強勢股也幾乎全面都補跌了 我們現在市場上已經找不到所謂的強勢股了 而基本上都是已經來到跌無可跌的情況 所以你看到最近只要破底反彈的力道都很強 昨天破底的 前天才破底的Type City才的創圍 昨天就直接攻到漲停板 今天持續再往上創高 那昨天前天還在破底的 像這個四星KY 你看 昨天其實還在漲的嘛 馬上就轉強 漲了6% 今天再大漲 其實你看它從低點上來 557 馬上到今天已經漲快要90塊 那3443的創意 也是這種破底之後 它快速強彈 昨天彈了7% 今天再彈7% 短短兩個交易 就是又從380塊來到460塊 所以這邊來看的話 我認為借券再賣出應該不是很聰明的 現在 那如果會回補的話 相關現在借券最多的 不管是這個半導體承受支撑的 連電 離基電 他們慢慢底部都打出來了 但再看到了面板的友達群創 他們的一個利空也不跌了 好 那我想這邊的話 都會有機會往上做一個反攻 尤其是我們最近來看到 盤面上有很多個股 它其實上漲的一個力道 已經有點會延續了 這是比較好的事情 那我們再看的是像 神技股 昨天我們在跟大家報告 前天也跟大家報告說 相關的個股 其實在這裡面屬於輕薄短小 那只要資金一進駐 元氣高漲 那很快就往上攻 那我看到昨天已經攻到漲停的 像6144743的合一 昨天一攻攻到漲停 短線外資小小的調節 今天又短線有利多出來 但它的急速面完全沒有變 還是在一個多頭結構 我們說它如果能夠越過季線 那整體的一個升級股 就會被盤活 它往上卡控的力道 會慢慢出現 因為合一的借券也非常多 再來就是61446的藥還藥 昨天外資其實還在買 那股價其實這個 脫離底部一點點而已 但是它所有的一個 均線裡面來看的話 只要能夠站上半年線 那它季線基本上 很容易就去做突破 因為它季線跌破時間 已經有超過一個月了 所以它通常跌破季線 回檔的一個修正時間 大概是兩到三個月 那基本上已經過一半了 那如果能夠再站上半年線 在半年線附近整理 很快在整個外資的一個籌碼 相對激動之下 往上去挑戰 潛破高年壓力 我覺得就會有 畢竟現在指數相對來講 是比金比較合晚 那再來就是所謂像 北之星藥業 這是我看到這兩天當中 其實最熱烈的 而且是在前幾個假月 剛剛有借卷 那我幫大家統計了一下 10月24 那一天有超過400張的借卷 然後就是10月26 超過400張的借卷 但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10月24的一個價格 大約是98塊開盤 到收盤是88.85 然後10月26號的一個 開盤是82.2 最低價是78塊5 那也就代表說 10月26號的一個借卷 這邊已經沒有淘到便宜了 今天股價已經來到90 最高來到95 那如果今天能夠再占穩95 甚至於挑戰100元的話 那10月24號的一個借卷 也會被尬 那這個就會形成一個 比較好的氣氛 市場上認為 借卷不容易賺到錢了 那做多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都是 我現在觀察到 盤面上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指標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這些個股他們的一個走勢 如果能夠持續強 那代表市場的一個 做多意願會相對比較增加 那當然在週五的時候 投資朋友早上 盡量是不要去做一個 過度最高的一個動作 早上容易震盪 然後等到下午 我認為應該會有機會 往上再進行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強力攻擊